我们来看第19题 若y等于2xs加1,0小于1等于2π的图形 与水平线y等于1,y等于0,y等于-1的焦点个数 分别为A,B,C 这下类合者正确 我们在桌标平面上就做一个表格 我们先来计算3s两倍3s跟2倍3s加1 也就是y,再来画y等于2倍3s加1 再0到s小于2π,它的范围来做它的图形 首先我们把s切割成0,2ππ,2π,2π跟2π这五个点 所以当s等于0的时候,3s的值就等于0 当它等于2分子π的时候,sinx的值就是1 π的时候是0,2分子3π的时候是-1,2π的时候是0 再把它乘上两倍 所以这里是0,这里是2,这里是0,这里是-2,这里是0,这里是-2,这里是0 描述y等于2倍3s加1的图形 那么因此我们在桌标平面上就要来画一个直角桌标 那么把s分成0,2ππ,2分子3π,2π这五个点 那么y左最高是3,所以最低是-1 那么因此y等于-1,那么就是这一条直线 那么这一条直线就是y等于1 s轴的方程式,那么就是y等于0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描绘y等于2倍3s加1的这些点的值 所以当s等于0的时候,它的值就等于1,所以是这一个点 当s等于2分子π的时候,它的值是3,就是这个点 当s等于π的时候,它的值等于1,就是这个点 当s等于2分子3π的时候,它的值就是-1,所以就是这个点 当s等于2π的时候,它的值就是1,所以就是这个点 那么接着我们就用很平滑的曲线 那连接呢,这五个点所形成的这个图形 那么就是呢,y等于两倍3s加1这个函数的图形 那么接着呢,题目也要来判断说 它的图形呢,跟水平线y等于1,y等于0,y等于负1的焦点个数 那么首先呢,我们来看跟y等于1这条水平线的焦点 所以呢,这里有一个点,这里有一个点,这里有一个点 所以呢,有三个点,那么因此呢,焦点个数a就等于3 再来看呢,y等于0的焦点个数,这里呢,一个点,这里有一个点 所以呢,就会有两个点,那么b值呢,就等于2 再来看呢,y等于负1这条水平线的焦点有1个 所以呢,c值就等于1 所以呢,要来判断abc值,我们判断结果呢 a等于3,b等于2,c等于1 所以呢,选项a,a等于3,b等于2,c等于1 那么因此呢,选项a就是我们的答案 最后来看呢,就会了解针对す Private刃 P案 P案 IP68 律项ا 继续 P案 architectural